欢迎收看新闻快讯 今天纽约的布鲁克林地区天降大雨 短短三个小时内就下了一个月的雨量 暴雨引发洪水导致部分地区道路封闭 地铁服务中断 地下室内也被洪水淹没 当局表示围浅血围急生命的降雨 于席卷的大片地区 激将局警告称这股降降雨还在加强 总降雨量可能会达到8英寸 纽约市长亚当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这是一种危险的天气状况 而且还没有结束 布鲁克林和大都会北方列车的多条路线 都因为铁轨积水而暂停服务 拉瓜迪亚国际机场航站楼关闭 850万人受到山洪警报 纽约州长霍楚宣布 纽约市长岛和哈德逊河谷进入紧急状态 他敦促这三个地区的居民呆在家中 外出的旅行条件将非常危险 众议院共和党人今天提出了一项权宜法案 希望能以此来避免政府关门 但最终21名共和党人与所有民主党人一起投下了反对票 这项法案最终也以198对232票再次告吹 不过麦卡锡在离场时对记者表示 这还没有结束 我还有其他的想法 对此白宫也已经发出警告指责了停工对国家安全的影像 其中包括130万名现役军人在提供期间无法领取薪水 国防部的文职工作者也会被迫停职收假 根据最新的消息 众议院计划在明天重新投票 但投票的法案主题目前尚不明了 而且即便通过了众议院也几乎不可能通过参议院 因此目前来说停摆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高 根据今天正式生效的俄罗斯法令 乌克兰公民可以使用乌克兰证件免签证出入俄罗斯国境 根据普廷的总统声明 乌克兰公民可以使用乌克兰护照 外交或公务护照 水手证件或机组人员证件跨越俄罗斯边境 对于儿童来说 只需要提供包含该儿童资讯的出身证明或法定代表人的护照即可 而且俄罗斯还强调 如果家庭成员内包含前苏联的公民 那么他们可以快速的申请入籍 此外与俄罗斯武装部队签订至少一年兵役合约的外国人 也可以透过简化的方式获得公民身份 但与此同时可能被终止公民身份的犯罪行为也有所增加 其中就包括抹黑俄罗斯武装部队以及煽动极端主义 最后普廷还颁布了一份秋季征兵令 计划将新增13万人服役人员 拉斯维加斯警方今天表示他们逮捕了一名据称在接近30年前谋杀 说唱歌手图帕克·夏库尔一名Tupac的凶手 这位嘻哈捷的传奇人物在1996年拉斯维加斯的一次驾车枪击事件中身中四枪 这名凶手直到今天才终于被捕 此人名叫杜安·凯夫迪·戴维斯 法官将戴维斯描述为现场的指挥官 是他下令杀死了当年年仅25岁的夏库尔 60岁的戴维斯今天早上在拉斯维加斯郊区的附近散步时被捕 警方在他的家中搜出了多台电脑 一部手机一块硬碟几颗0.4口径的子弹和一本回忆录 这一场横跨30年的凶杀案也终于告破 请继续锁定新闻快讯 掌握新闻的解释